哈囉大家好 我是保鮮大廚小李 今天點的晚餐呢 這個我點的是紅燒肉 可是呢 這家比較不一樣 他這家標榜的是上海紅燒肉 哇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那沒吃過這個上海式的紅燒肉是怎樣 今天來吃吃看 那除了這個紅燒肉便當之外呢 另外他有一個日式的乾麵 再附個雞湯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他的這個上海紅燒肉 看一下哇很厚很大的一塊 這個顏色看起來蠻漂亮的 那他的配菜呢 主要是一些涼拌菜 兩塊油豆腐 上面還有一些應該是甜辣醬之類的東西 他的白飯呢都是有滷的 這一份175塊錢 那另外有一份這個日式乾麵 它上面呢這個也是涼拌菜 然後配一些應該是七味粉之類的東西 這樣子一份80塊 還有附一個雞湯 這個雞湯本身就是湯 然後再加上香菇 味道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來吃看看囉 OK我先吃一口白飯 喔這個白飯上面看起來有一些油亮油亮的 這個應該是肉的油肉汁在上面吧 吃看看 他這個下面這個滷肉飯的部分 這個水準還蠻高的 他不會太鹹 喔然後這個滷肉部分都很軟 這個肉本身的顆粒跟他皮的部分 那些通通都有 欸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他有另外賣滷肉飯套餐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欸這個真的做得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紅燒肉 哇塞超大一塊 這個超厚的 我這個厚度不得了 比我吃過了所有控肉飯的厚度還要再更高 來吃一口看看 他肉真的還蠻嫩的 因為他這個 並不是下鍋去滷的 所以他這個皮的部分還蠻Q的 喔 他這個紅燒肉本身有帶一點淡淡的酒味 欸吃起來還蠻特別的 那表面的醬汁 就是他表面雖然是煎乾的狀態 但是你吃得出來表面大概帶一點甜 那豬肉本身是帶鹹 欸我覺得這個吃這個真的還蠻不錯的 欸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很厚一塊 然後又有把他煎後裡面又嫩 這個真的讚 然後他的配菜我來吃一下 這個涼拌黃瓜 黃瓜切的還蠻薄的 味道也調到剛好不會太酸 配他下面的滷肉飯其實也不錯 OK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草什麼 這個菜名我都忘了 那也就是豆皮 然後芹菜啦 木耳啊 這家調味都沒有很重 這家調味都沒有很重 油豆腐 他味道都調的很淡 所以他是調的偏淡那一種 所以這個油豆腐如果他沒有表面這個醬的話 沒有表面這個甜辣醬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味道 所以我覺得他在滷汁的部分 明明他的滷肉飯還蠻夠味的 可是 這個油豆腐總會 所以這麽沒味道 這個日式乾麵我給他吃一下 他基本上 我選的是刀削麵 他可以讓你選 那我選刀削麵呢 看起來他就是一點點青菜 再配上他的涼拌小黃瓜 我選的是辣的 所以他上面有加一些七味粉或是辣粉之類 所以主要的辣就是來自於上面那個辣粉 來我來吃看看哦 其實我不太明白他所謂 日式乾麵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也有別種乾麵 他是放那個肉燥 在上面 那如果單純你只是因為你放的是青菜 或是涼拌小黃瓜 而不是放肉燥 那這樣子就叫做日式乾麵的話 我覺得 有點 不太合啦 因為裡面的配菜除了那個七味粉之外 我覺得跟 跟這個 日式好像扯不上什麼關係 不過乾麵本身是好吃的 他本身有下了一些油 所以麵不會糊在一起 他刀削麵本身 也還算有嚼勁 我覺得還不錯 整體都不錯 雖然我不覺得他是日式 不過他這個是好吃的 雖然他只放了一些辣粉 但是我剛吃到整個打好幾個噴嚏 事實上就有點辣了 我現在開始流鼻涕了 那個辣不是讓你吃的時候覺得很辣 而是那個辣的後韻一直在嘴巴裡 喔 來趕快喝一下他的雞湯 他也有賣那個 什麼剝皮辣椒雞啊 這類的雞湯 我覺得 他這個雞湯基本上就是跟那個一致 濃度 OK 香菇的味道也很重 完全就是香菇雞湯的味道 這個濃度是剛好 雖然附這個小小的雞湯 但是對於吃剛剛那個乾麵來講 還蠻有幫助的 喔 因為那個招肥 真的稍微有被辣到 剛剛被那個乾麵辣到 所以我現在脫了外套 OK 這一家對味造咖 那我個人認為他的 光是以他的滷肉飯 再配上這個超厚的上海紅燒肉 175塊真的值得買 那現場的話是150 所以我覺得他價差其實也沒有很大 這個真的大家可以點來試試看 這個絕對好吃 那乾麵的部分我沒有特別推薦 因為我覺得 他雖然說日式 可是我覺得並沒有那麼特別 可是他的雞湯是好喝的 那所以說他有一些燉點 大概200塊附近的這個雞湯的話 如果去現場 可以點來喝喝看 他這個雞湯真的好喝 啊 讚 OK 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欸 這個上海紅燒肉 這個經驗還不錯 嗯 掰掰